今天這支視頻就是我的618開箱 登登登 後面就是我618買的所有 其實還有幾個啦 但是那幾個還沒當相算 就先拆吧 我和你們說自從淘寶可以順風集運到澳門之後 我簡直就是太開心了 我再不用去代售店拿快遞 我也不用去珠海拿快遞了 因為它直接宅配送到家 你們知道嗎 順風集運 就是你可能這十幾個快遞 然後它順風會撞一個大麻袋 然後送到我家 讚 拆一下吧 我們先從什麼開始拆呢 先從這邊來開始拆吧 好開心 我好久沒有這麼正重的拆不開遞了 這個是我的臭蛋白 我買了一個鏟子 波鏟 可以做飯用的 我買了一個OPI 蛋白強韌修護甲葉 看到我的十字的指甲沒有 它現在是空甲 這是我長這麼大 第一次出現這個情況好像 好像是因為我平凡的做指甲 然後指甲就越來越薄 然後那天是我不小心尖了一下我的指甲 然後我沒有去管它 它就越先越空 越先越空 然後現在變成這樣 現在打算就是買一個這種強韌的指甲 讓它慢慢長出來 我之前有去藥店問過 它說只要我注意衛生 它一般是不會長細菌什麼的 所以就提醒大家千萬不要去平凡的做指甲 因為我今年上半年是真的很平凡在換指甲 然後我知道你們肯定會有人問那個傳代假視頻 不好意思 延誤到現在 下週我一定會把它生出來的 我月份的時候本來要出 但是因為我買了其中兩家 它一直遲遲不發貨 所以真的很抱歉 我下週我一定生出來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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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啥 啊 一個體模 身體模 這個牌子的體模 這個好像是一個SPA館的牌子 因為我之前有刷到小紅書 看到這個牌子的體模挺有用的 因為我最近不是在美白嗎 我真的覺得我手很可以 所以想買過來試看看 我買的是一包一包這種體驗妝吧 因為它正妝是一整罐的 我覺得稍微有點貴 所以我想先買體驗妝試看看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年特別注重我身體的皮膚 每天都在塗身體乳 喔 妝還挺好看的 我買了一個我iPad的仿兜規模 因為我有個習慣 就是我很喜歡坐在咖啡廳剪視頻 就是很喜歡當氣分子 因為我在家裡剪視頻 我就會動不動就很想躺到床上 然後你坐在咖啡廳那個屏幕又非常的大 別人就會看到你在剪整 我就覺得挺尷尬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仿兜膜 然後這個是什麼 我真的快遞好多 大家有沒有看過小時候電視廣告 OLED的電視廣告就叫預覽油 我買的身體乳 還蠻香的耶 還挺香 也不會很黏 還可以還可以 等我用完一瓶 我再給你們反饋太容易 這個就是我買的那個小耳瓶 對這個就是我買的那個眼影 這是02號 這是01號 然後這是買來抽送給你們的嘛 所以這一盤就在粉色APP抽 這一盤就在黃色APP抽 對你們看一下評論就好了 我含蓄一點 他還送的化妝棉 他送這麼多贈品嗎 然後這個是點唇卸妝液 送的 他送了一個很可愛的手持鏡子 那因為他只送了一個鏡子 那我們就隨機送吧 就是02號的話就搭配鏡子 01號的話就搭配這一包化妝棉 喔這個 這個也是贈品 小耳瓶的指甲油 你們知道小耳瓶之前 他是做指甲油的嗎 在他這個牌子還沒火之前 我就買過他們家超多指甲油 在我拍視頻的第一年 大家記得嗎 有老粉記得嗎 但是現在好像他們官網 是看不到指甲油的是不是 這瓶也是送的 送了一瓶 他算是正妝的眼唇蟹吧 那這瓶我也自己留了 我會不會很小氣 哎呀 剛好我最近缺眼唇線 這個泡腳等我前兩天就到了 我前兩天就想拿起來泡了 畢竟養生達人的 我不能錯過每一分每一秒 來 親一下也是的 很期待很期待 打這樣 他推開之後就是這樣子的泡腳 還挺硬挺的耶 質量還不錯感覺 晚點泡一下 如果好用的話我會在屏幕上打好用 如果不好用的話我會打不好用 他還配個這個 遙控器 可是為什麼要遙控器我也不知道 噔噔噔噔噔 這個是Modi送我的公關包 好像是他們這個月的新品吧 不是我自己買的 是他送的 天啊 很可愛有沒有 好像是跟Night合作的時候 哇 這包還挺好看的耶 他是一個筆記本是不是 哇塞 然後裡面是送的美瞳耶 然後還有鏡子 天啊這好可愛 這一位是那個誰是不是 就是那個選秀那個是不是 利路修是不是 是嗎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你送的紅 利老師紅 利老師石紅 好像就沒什麼了 對 謝謝Modi 謝謝 其實我應該穿白色衣服來拆 你們拆我這些T恤多少錢 好像才19塊錢 想要連接嗎 你知道為什麼我買它嗎 因為它非常的大件 我當時買好像三個叉還是四個叉 我最近真的胖到十二億都穿不下 Wonderlack的 易生菌 他們家是去年出了一款易生菌嗎 它這個易生菌就是可以改善你的腸道環境 因為它這個菌群好像還蠻多 我那天是看了直播 然後有在賣這回我就買了 就想說回來管理一下我的腸道吧 因為有時候你胡吃還喝 其實對你的腸不是特別好 我買的是 伊莉的咖啡粉 對 它這個是磨好的咖啡粉 就可以直接拿來做意識濃度 兩罐 一罐是深烘的 一罐是淺烘的 很便宜耶 就是我在樓下超市買一罐是一百塊錢 澳門幣折合人民幣的話是八十 那這個兩罐好像才一百 四十幾還是一百五十幾 但是它又送一小瓶 所以這三瓶大概就是一百多 我覺得很划算 他們家有出罐霜的咖啡耶 他們家有出這個 伊拉罐裝的咖啡 喔是拿鐵耶 天啊我現在我家非常亂 這個是我 很氣這個東西 我買了一個膠下的仿曬帽子 然後我以為我賺了 你們知道嗎 我就很開心的發微博 跟大家說我如果賺了 結果你們告訴我 李家庭直播間一頂九十九 我買好像一頂兩百一好像 起司 每天美白軟防曬還不如直接印防曬 好看嗎 還挺好看的耶 剛好直接遮你的臉 你知道為什麼我喜歡這個東西嗎 因為我買過一個那個防曬帽 我前陣子發現 夏天如果你戴油頂的帽子 一直悶著的話會脫髮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最近又開始脫髮了嗎 我真的要煩死了 我還買了另外一個黑色的 就是可以用來搭衣服 好看吧 黑色好像更好看一點有沒有 喜歡喜歡不錯不錯 他們說收起來就可以當髮了 是這樣嗎 也沒有醜 但是我可能不愛戴髮枯吧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老老實實當帽子 當髮枯也是個 就是如果你手裡有拿東西的話 你可以直接這樣架著 也不會太醜 應該是這樣 買了一雙鞍 買了一雙鞍 哈囉 我買了一雙鞍他的鞋子 好看嗎 我覺得這顏色挺好看的齁 那是霸道是嗎 為什麼要在上面寫兩個字霸道 是在霸道上 明天就穿他去跑步 還行還行 做工什麼的我也覺得還不錯 不粗糙不粗糙 就是他這個霸道挺奇怪的 可能是他的設計裡面吧 這個也是奶茶 我是買來送你們的 他是不是還有一個快遞沒有送到 因為我買了六盒 怎麼只有四盒 這個奶茶在微博上抽 我最近美白的一個新的就是 要經常敷面膜 因為我覺得你那個皮膚狀態水補上去的話 他整體看上去就會亮亮的 就不會暗暗的 我買了星巴克的咖啡 又是咖啡 因為他有送一個手沖壺 我是為那個壺買的咖啡 哇 我買了星巴克的咖啡 又是咖啡 因為他有送一個手沖壺 我是為那個壺買的咖啡 我是為那個壺買的咖啡 雖然我家裡已經有手沖壺了 可是我就很喜歡看這個 然後這一箱就是我買的德寶的抽紙 抽紙就沒什麼好看的 我就不拆了 因為我現在已經非常可怕 對 然後以上呢就是我目前收到的快遞啦 拆快遞的感覺總是那麼的爽 非常的開心 耶 好啦我現在要開始準備收拾這些東西了 所以我們這期拆快遞的視頻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掰掰 掰掰